西沙群岛 学术前沿思想对话 欢迎收看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 南海与中国利益 近日中国企业在西沙海域的钻井作业 遭到了越南建传的野蛮骚扰和冲撞 中越关系骤然紧张 同时越南发动了强大的舆论攻势 质疑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 然而当我们对历史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的时候 就会发现越南的质疑根本是毫无根据的 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而且今天也处在中国的有效控制之下 西沙主权毫无争议 那么今天我们世纪大讲堂 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教授李金明 来的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梳理西沙的主权 并且坚定地告诉世界 西沙主权不容置疑 我们欢迎李教授 李金明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课作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海洋法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主要从事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 中国海上交通史 中西海上贸易史 中国南海疆域南海主权 与国际海洋法等方面的教学 与研究工作 李教授 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问题 也是最近比较火热的一个问题了 现在有一种观点是认为 越南这次把西沙的问题挑起来的争端 是为了让它国际化 现在越南把这个问题 把它挑起来 就是认为说 把这个声势做得越来越大 他就以为点而要走 菲律宾那样的路 好像他在国际上 以一个肉小的国家的面部出现 让大家来支持他 另外一方面的时候 因为现在米国的介入 米国也一直在拉拢越南 这种情况很明显的 就是有一种国际化的形象已经出现了 那么现在中越双方这种交流是怎么样的 有一方面的学者会认为 现在交流是畅通无阻的 因为截到目前为止 大概中越双方的各层级的之间的互通有20多次 他们会认为说 这次的问题是否能够通过外交的手段来解决 而令发言分辨学者也会认为说 是不是有可能发生军事上的或大或小的这种摩擦 现在这种情况主要是越南造成了 因为它要鼓动国内民众的示威游行 来给中方增加压力 但是它没想到这个示威游行过后了 已经会演化成为一种民众的暴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也造成了中资企业跟中方在那边的工作人员 受到很大的伤害 现在的时候 我们跟越南之间的外交的沟通祈祷 仍然是敞开了 我们现在仍然是利用外交祈祷 要求越南在这方面 你能够思考而止 能够控制住 不要造成中业之间的伤害太大 那这种情况 到底最后能不能控制得了 这个主要是在越方 但是你现在根据最新的发展 你认为说这个方面还是不好控制 因为越南总理阮金勇又用那个手机情话 画出了短信 要求民众在这个一些震荡的和平的情况下里 还是要在维护他们的领土安全 所以这个越南总理亲自画这个短信的时候 你就说明说这个散动性还会再加大 所以看来呢 越南这一次这种排外运动不会那么快平息下来 那至于没有那么快平息下来的时候 以后是不是发展成为外交上的这个争端 或者是果然的擦枪走后 你这个可能要看最后的事态的发展 那目前情况来看的时候 因为这个事情擦枪走后 而且是两边引起战争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少 因为越南的时候 一方面最近的经济非常不景气 你们有没有看到 他把那个亚英会的几半前都放弃了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时候 他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非常强 这一次他其实这样做的时候 对他的经济上损失非常大 所以他不一定会维持多久 那至于中方的时候 你是不愿意为这个事情跟他打起来 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要看最后事态的发展来定 好的 更多内容呢 有请您带来我们今天的演讲 李金明老师今天带来演讲的题目是 西沙主权不容置疑 有请 西沙群岛地主南海的西北部 对于维护我国南海安全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面对越南有关西沙群岛主权的质疑 大量的史料都证明 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何时第一次向世界宣示西沙群岛主权 如何一一驳斥越南的荒谬证据 世纪大帐堂西沙主权不容置疑正在播出 西沙群岛就在南海的西北部这个地方 西沙群岛主要的就是新加坡到香港这个组航道 就是通过西沙群岛了 还有我们从中东进口的事 也是从西沙群岛这边走了 再说西沙群岛它是海南岛的一个膨胀 是海南岛的一个保护线 我们在海南三亚的核潜艇基地在那边 西沙群岛本身的地理位置就是保护着它 还有西沙群岛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海津基地 所以西沙群岛那个地方 完全是为了维护南海的整个安全整个航行的安全 会起做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下来的时候 我们是准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西沙群岛的主权 首先谈谈我们国家在近代以来 已经有两次非常明确地向世界宣告西沙群岛是我们的领土 第一次就在清末 在清末的时候 当时1909年的时候 当时因为日本人占领我们的东沙群岛 后来清朝政府提出抗议以后 日本人就把这个东沙群岛的退掉了 那他岛上的一些建筑由清政府赔上 那这个时候清政府感觉到说 如果我们对西沙跟南沙没有关注的时候 很有可能又闪生像东沙这样的情况 外国人会来占领 所以说这时候 梁广总督张林郡就派了这个副将吴敬龙 率领了170个人 率领了三条金舰 就是湖坡舰 广金舰 秤航舰 三条金舰 就一起下到西沙群岛去进行损事 那这里面的主要的指挥就是这个李准 李准他是当时是水师提督 是由他率领这些金舰去的 那他率领的这些金舰 你这一说就是当时他率领的这个湖坡舰 那他们到达的这个西沙群岛的时候 你首先就到了这个永兴中间十四个岛 而且对岛上的这个马上去的时候 你马上建立了牡头皇子 而且在那边竖起旗杆 把清朝的皇农国旗挂上去 明炮二十一响上世界先告 这个西沙是我们的领土 李准他们这一次的船航 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幻想 像那个英国海军航道车辆部 在1938年有出了一个 《南中国海子弹》这个书 他就讲了他是在1909年的时候 中国的海军的确是有道的西沙群岛 而且在那边的时候 你向世界先世的主权 他这个西沙群岛是输中国的 那另外一次的时候 就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当时的时候民国政府根据了开楼宣言 跟波斯坦公告 在收回台湾以后 你马上派军舰分两部分 一部分去接受西沙群岛 一部分接受南沙群岛 当时接受西沙群岛的是永兴舰跟中舰舰 那他们接受的时候 就以这些船来写给岛主岛令名 所以现在永兴岛就是西沙群岛的主岛 就是当时永兴舰接受了 那这一次在转井平台的中舰岛 也是当时中舰站接受了 所以他们接受完了以后 就在永兴岛的主岛 在那边升起枸旗 猛炮向二四一响向世界宣告 我们已经收回了西沙群岛 而且在岛上竖起了一块壁 竖起了一块壁 这块壁就是海坚收户西沙群岛纪念壁 这块壁是在永兴岛的主岛 这个是壁的这个缓面 另外正面是写南海澎湃 写南海澎湃四个字 所以这个已经是向世界宣告了 我们二战结束了以后 马上接受了西沙群岛的主权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下期接受了南沙群岛 他们主要的就是以太平舰 接受了南沙的主岛 太平岛 那太平岛现在是在台湾方面的控制底下 那在那边的时候 他们也是举行了升起仪式 也是立下来逼向世界宣告 这个是我们已经收回来了 所以像这两次已经明显的向世界宣告 这个西沙跟南沙就是我们的领土 这个是无口争议的 那下面再谈谈 越南他把我们的西沙叫做黄沙 把我们的南沙叫做长沙 然后你把它史料上的一些东西 有关黄沙跟长沙的 都往我们西沙跟南沙头上靠 那下面我就谈谈 越南所谓的黄沙 长沙 不是我们的西沙跟南沙 那越南最早年 他是由他越南外交部列出来一个 在17世纪末跟18世纪初 有一个鲁生叫做杜博了 他有写的一本书 这本书叫《传基天南四字路图书》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广义第七图 他这个广义图里面 他有写 他说在广义这个地方 海中有一个长沙 他名字叫百个黄 那他说这个长沙 它的长有达到400里 那一般在西南风的时候 你这个船从内里面走 也都你必困在这个地方 必出交在这个地方 那到东北风的时候 你从外面走 也是必出交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这些船都沉在那个地方 那也船员都饿死了 那船上载的一些白银 这些商品都留在那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 越南的卵氏政权 就每一年都派了48条船 组织所谓的黄沙队 去捡这些沉船的东西 那这个这里面 他讲这个长沙叫做百个黄 百个黄这个名字 在这个越南乙里面 就叫做黄沙 那他就认为说这个黄沙 就是中国现在的虚沙 他就把名字靠过去了 认为说你看当时我们卵巢的时候 已经有派这个 每年派48艘船的黄沙队 已经到那边去进行开发了 应该属于我们的领土 这个是越南人 越南外交部提出来的 关于这个西沙 是他们的一个政绩 那我们下面来看看 其实他越南的属于这个百个黄 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西沙群岛 是他那个越南沿海的一些小岛 那他为什么这个地方呢 会这么多的沉船呢 就是说他在中间这个地方 他的那个潮水 跟我们一般的潮水不一样 一般的潮水要嘛就是24小时两个潮水 要嘛就24小时一个潮水 像南沙就是24小时一天才一个潮水 但是他越南海岸这个地方 在这个 在他这个 李山群岛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是半过于向东流 半过于向西流的 你看看下面 这个是在我们明朝的这个一本书里面 叫海语 这个海语里面你就把这一条里写成是温水 他就讲说这个温水啊 就是这个半过于就是讲说树跟旺 树就是初一 旺就是初五 就是树到旺是向东流 然后你到季树以后就是说到了 过了四五以后的时候你下半过于 他就向西流了 这个就在我们的古书里面就有记载了 那这个潮水这样改变的时候你 我们有很多船到那个地方就不适应 不适应所以很容易很容易一烂 就在那边乘船了 那乘船的时候你 你越南的这个卵士就派了这十八条船 就在那边去捡破烂 就是捡这一些了 它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西沙群岛 它在它沿海这个地方 立我们西沙群岛 还有两百公里的沿 那也要两百公里沿 根本就不是 这一个你只能是越南自己在它越南中部的一个叫里山群岛 也就现在地头上一层广东群岛 也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越南人往往是这样 张冠礼带 明清改了一下就往我们这边靠 但是你距离差那么远 那两百公里 你的船你怎么能够过去 这个是第一点 越南政府曾经三次公开承认 西沙与南沙是中国的领土 然而近年来 他却出尔反尔一再挑起南海争端 面对近期越南在西沙海域的挑衅 中国该如何应对 如何坚定捍卫西沙群岛主权 世纪大讲堂西沙主权不容置疑正在播出 还有一种就是越南外交部在一个白皮书 他有抛出了一张地图 这张地图叫做大南一桶前途 他认为说这张地图是最好的政绩 因为他这个地图你们看到 这边写长沙 这边写万里长沙 他就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西沙跟南沙 那这个首先来讲讲这张地图 首先这张地图 这张地图是私人化的地图 这张不是政府出的地图 不是越南政府出的地图 那从法律上来说的时候 一张地图要有法律的政绩 应该是要官方出版才有法律政绩 如果私人的地图是没有法律政绩的 再说一方面的时候 我们把这张地图把它换过来 其实它竖起来是这样 它竖起来的时候 黄沙长沙是在这边 这个很明显是在越南的海岸上 而且它这个黄沙长沙是树的 但是我们的西沙跟南沙 在我们的古树上画都是很横的 西沙跟南沙都是横向分配的 整够很广的一片 不可能是这个树向分配 像一只大土一样这样 不可能是树向分配 所以说它这个所谓最好的图 也不是越南人自己发明的 我们来看看 看看这个1613年 1613年有一个英国的船长 叫做约翰沙利船长 他在这个 他在这个航海字里面 有附了一张地图 你看这张地图是不是跟 越南这张地图是一样的 两张地图一样 其实不是越南人发明的 你在1613年的时候 英国船长这个沙利船长在 航海字里面就写了这张地图了 结果这张地图他就讲了 这个船呢 它的北端是什么 是詹碧楼岛 詹碧楼岛就是越南中部的湛坡岛 那下来就是广东群岛 我刚刚跟你们讲的 李山群岛 我们一城广东群岛 再下来就是越南的洋溢 也就是说 这些是在越南海岸上的岛礁 根本就不可能是在我们西沙群岛 所以越南的这些历史政绩 都是站不住脚了 另外下面你再讲讲 越南外交部你用的最多了 还是在一个法国的传教士 这个传教士叫做塔伯尔 这个人在1837年 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做 《胶子之那的地理考戏》 他这篇文章讲说 有一个叫普拉歇尔的岛礁 这些岛虽然是小 但是分布在沿海 那当时加隆皇帝的时候 认为说虽然地小 但是你也是作为一个主权 所以就在那边插上了 越南人过旗 越南人抓到这一点 就认为说 当时加隆皇帝就在那边插了过旗 又是叫普拉歇尔 那就是他们的黄沙群岛 其实越南人在这边 是刷了一个把戏 因为普拉歇尔这个名字 是现在西方人用英语来 亲户我们的西沙群岛 那其实西方人对这个普拉歇尔这个名字 有一个时间的变化 最早的时候在19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 这个普拉歇尔一般都是指在 在越南中部的海岸附近平行的这些岛礁 一般是指这些岛礁 后来到了1817年 当时的英国的一个船长叫楼斯船长 他率领了一部人就对这个越南的沿海 以及我们的西沙 以及海南这个地方进行了调查 调查完了以后 那西方人就开始把普拉歇尔这个名字 从越南的沿岸就站站的向北移了 站站向北移动了 那一直到了19世纪下半年以后 西方人才把我们的西沙群岛叫做普拉歇尔 所以说你越南人就是利用了这种时间的差异 因为有时候地名的改变 地名范围的改变 手指的范围的改变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他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差 结果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普拉歇尔就说是他的了 就说西沙群岛是他的 歧视的时候他这个就是完全是子融为马 完全是一种托换概念造成的 其实他讲的这个普拉歇尔跟我们现在西沙群岛的普拉歇尔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下面再讲讲这个越南政府啊 其实啊他从1954年到1975年的时候 曾经很多次都承认西沙跟南沙是中国的领土 那我们下面列起了三次他最典型的 已经承认西沙跟南沙是中国的领土 第一次就是在1956年6月45号 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 叫做永文谦 这个人呢 他在接见中国驻越南的这个临时代办 叫做这个李志明的时候 他就讲了 他说从历史上来说 你从越南的资料来看西沙跟南沙都是中国的领土 那当时在场的你还有越南外交部亚洲师的一个代事长 叫李璐了 这个人又进一步介绍了 他说从历史上看的时候 西沙南沙早在宋朝的时候 就是中国的领土了 所以这个你就明显的看出来 其实在1956年的时候 越南就已经公开的承认这个西沙南沙是我们领土 另外一次是1958年9月4号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了一个领海声明 写说这个领海声明适应于中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 包括东沙禽岛 中沙禽岛 西沙禽岛 南沙禽岛 及其附近的海域 那这个领海声明发表了以后 在这一年的9月14号 越南总理范文彤 马上就召会周总理 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承认跟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8年9月4号 关于领海写定的声明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这一项写定 也就是说 他尊重我们的领海声明 也就是说领海声明里面讲的 西沙 南沙是我们的领土 他也表示尊重跟承认 这个是 幻文彤总理 跟周总理的造会 这个造会 现在还保存在外交部 还有另外第三次例是 1965年5月9号 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发表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它是讲说 米国的总统优翰逊 把整个越南的国土 以至越南附近 100海里的附近海域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西沙秦岛的一部分的陵海 都列入米国的金氏作战期 他说这个是对越南民主共和国 以及陵国的安全造成的一种直接威胁 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他当时就承认说 你约翰逊把这个金氏战期 已经扣大到中国的西沙秦岛去了 还影响起说西沙秦岛 所以像越南政府 他已经这么多次公开的承认说 西沙南沙是中国的领土了 以后他就没理由再来说 又要说西沙南沙是他的 你既然承认你就不能够再换过来 这个是在国际上有惯例的 所以说你越南政府 应该为你所讲的话做的事 护起你的法律责任 应该遵守这个法律义务 不可能现在反过来 又说西沙南沙是他的 现在西沙的现状 主要的就是最近发生的 就是越南的船 撞我们在中建岛附近的 中海游乐转景平台这个事情 那根据5月9号外交部 这个边海市副市长一仙良在这个 记者招待会上说 他说从5月3号到5月6号 越南的船撞击了 我们那个转景平台已经达到了171次这么多了 所以这个事情还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中方在那边的船支里 一般都是公务船 还有一些是民船 但是越南来的这个船支里 有很多是武装船支 那我们在中建岛的这个 钻探这个 搞钻探平台啊 这个是 是合理合化的 因为西沙琴岛是没争议的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西沙琴岛呢 你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那这个 这个钻探平台在这个 在这个范围啊 其实它离西沙琴岛的中建岛 才17海里 但是离越南海岸 是有130到150海里 那越南的理由就以它说 它的专属经济期 其实专属经济期的时候 这个联络过海洋 我们要说有规定的 我们一个沿海国家 你都可以画这个 四二海里领海 四二海里比年期 或者200海里专属经济期 200海里大陆家 那你越南可以画 中国能南也可以画 对不对 中国在西沙琴岛 像永兴岛那么大的岛鱼 它也可以画200海里专属经济期 那不一定说你越南200海里是你这边 中国就没有200海里 对不对 那这样的时候意思就是讲说 你如果大家都200海里 肯定是要重跌的 这个地方如果少于400海里 你就要重跌 那重跌部分怎么办 就要发解 两边坐下来发解 对不对 那你没有发解之前 你为什么 就说是你越南的专属经济期 所以他这个做法完全是不对的 那结果 越南为了散动民众 为了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为了让这个问题国际化 结果的时候就散动了民众 进行这个示威游行 他的示威游行是很政府很少批的 但这一次他这样的游行是通过越南政府 批准出来了 说明说他就是要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结果他没想到后来这个示威游行 演变成为暴动了 结果他现在说是不了了压不住了 所以造成现在的中业之间的这个 为了这个事情也搞了矛盾一来一大 那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呢 首先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要经过一个正常的祈祷 从外交祈祷 向越南政府提出抗议 要求他马上要采取这个有效的措施 要制止这个暴力行为 还有一方面 你对我们中资企业 以及中资企业的人员的一些安全 要进行保护 如果有受伤的要投向的医治 在一方面的时候 你要对他们这个暴力事件 要开展调查 对他们的这些破坏分子 要进行严惩 还有对我们中资企业的损失 要进行补偿 这方面是天经地义的 因为国际上的规定都是这样 那另外一方面的时候 像这样的事件 依然主要的是要扩大影响 把这个事情 让世界都知道 把这个难耐的问题 过激化 扩大化 那我们应该缓其道而行之 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的来龙气埋 向相关的国家 特别是东盟这些国家 要给他们讲清楚这个事件的情况 让他们了解这个事情 来龙气埋 这样的时候 才不会在议论上对我们不利 以便我们能够在国际议论上 能够占据主动的地位 那第三方面 就是说既然这个西沙群岛是没争议的 这边中建岛是我们的领土 我们在那边搞钻井平台 是我们的潜力 是我们主权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坚持下去 不要因为约然的缓 我们就退束了 应该理直气壮的坚持下去 要保证完成这个 这个转整作业 要体现我们 间接违恶我们领土主权的戒心 就像我们的总参谋长 那黄公辉在美国的时候 就讲到这个事情了 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土地 一寸都不能丢 我们这一次一直要坚持转下去 而且要转到胜利的完成 这个才会体现我们捍卫领土的界限 我们也一直讲 中国人是不怕事的 不乐事但是也不怕事 我们的核心意义 一点都不能丢 所以一定要坚持下去 近期越南与菲律宾同时挑起南海争端 中国该如何反制 该不该对岳飞实施经济制裁 不顾一切强硬挑衅中国 越南究竟为何如此一意孤行 世纪大讲堂 西沙主权不容置疑正在播出 非常感谢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讲 那我们现场同学们有些问题想和您进行交流 好 李教授您好 您刚刚提到的是 越南所提出的理由都是完全可以被推翻的 那么当然 越南它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些牵强的理由来煽动民众 以至于引发暴动 甚至是冒着它经济亏损的这样一个后果 包括它自己也是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也不像对待菲律宾那样对待它 那它越南这样一个国家 它为什么敢这样呢 为什么敢以冒这个风险 为什么敢以冒国内经济损失这么大来这样做 其实根本的原因 还是为了南海隐藏的私有之言 这个是争端的根本 因为南海不是自古以来就这样争端 是70年代以后才开始这样争端 争端的原因就是因为69年 连续组织了一个科学调查组 对南海对东海进行调查 发现这个地方隐藏很丰富的私有跟天然气之眼 而且到70年代以后 整个世界的私有飘升 油价飘升 所以说像亚兰 像菲律宾 它们这种平油国家 就是油大量靠进口的国家 它对南海的资源就看得很重 而且另外一点的时候 就是说在70年代以后 就是说在70年代以后 当时联络国已经开始在 阴朗这个联络国海洋化公有 那规定你一个有人住的一个岛 可以画四二海里灵岸 四二海里比年期 两百海里专属经济期 或者两百海里大陆架 那这样一个岛 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一个一平方的岛 它就可以画两百海里专属经济期 就是等于这个岛 可以画四四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你说这个田头都大 所以它也然当然可以冒险要强力这些的 你看它现在占领 在我们南沙的这些岛礁 特别是万安滩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产油区 它几个油井 什么白湖油田 青龙油田 还有熊油田 是前苏联时期就开发了 在这个七十年代以后 就开始一直开发 到2007年的时候 越南从南海挖出来的四油 已经占它国边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三四了 所以说你说它不为四油而占它为谁 这个是很明显的 所以南海的争议归根结底 还是为了四油 除外交手段以外 你认为中国是否应该对越南采取经济制裁 现在我们仍然是利用外交祈祷 来解决跟越南的问题 因为这个中约之间的 这个正常的外交祈祷的沟通 还没断 还必须要用这条路 另外一方面 你像越南这样 现在这种情况 你根本就不需要对它进行经济制裁 它这一下已经在经济上 它吃了很大的亏了 因为它这样自己搞排花的时候 把很多台制企业这样打这样炸 结果造成的损失它是非常大的 因为台湾在那边的投资很大 有一千多家企业 你说它雇佣了多少当地的劳工 给他们解决了多少出路问题 结果这样一炸的时候工厂停了 他们的人就讲了 本来四五号要花工资了 结果一炸的时候老板就跑了 工资都没得花了 家里小的小老的老 不知道怎么维持了 他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理性 这么不理智 他们自己就感觉到这样 那再加上他这样炸完了以后 破坏很大 还有后院的赔偿还要他做了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时候 依然现在在经济上不大景气 很大的一个分量是依靠中国的投资 中国在经济上给他的帮助 如果这方面一绕的时候 把这条财路断掉了 他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现在首先还是用外交商姐姐 也不一定马上用经济商制裁 至于姐姐的得了当然是最好 如果姐姐不了的话 那事态的发展 那再应当别论 与越南的情况不同 此次的南海问题是由菲律宾和越南 两个国家同时挑起的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能不能有别的方法去应对 菲律宾和越南这一次 他是一起挑起南海的一些麻烦 那他们两家里 现在在为了南海问题 已经战战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这个在东盟风卫里面就表现了很明显 但是在这方面的时候 中国应该怎么应对你 首先一方面就是说 中国在东盟上 东盟里面 尽量的 把他们跟东盟其他国家 在利益上 在国方面把它分开 这个是对的 因为菲律宾一定要把这个南海问题 搞成为东盟整体的问题 来向中国施压 那中国方面 现在理事人说 这个问题 只是你少数的东盟国家 对中国有争议 其他大多数是没有 所以我们只能采取这种办法 尽量的 让东盟不要跟它抱成一团 来使我们造成麻烦 西沙寻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主权不容置疑 连日来 越南强力干扰中国企业 正常作业的行为是造成当前局势紧张的原因 越南的做法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管辖权 也侵害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近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表示 中方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立场坚定明确 不会改变 他端促越方冷静下来 尊重中国的主权和管辖权 不要试图将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 面对岳飞左右呼应在南海制造事端 该如何看待南海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他未来的走势如何 解决南海问题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周的 《南海与中国利益》 这期节目的第二集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节目 下周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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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